在国安人员严密监控下 韩国瑜拿枪拼选战 跟设计国手徐庆皇PK 目标大气球地发子弹 就说要打击1450 我先把1450给干 韩国瑜拼总统徐庆皇要选高雄市第四选区立委 挑战民进党的林黛化 两人轮流涉及搭台彼此的选情 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之下 韩国瑜果然连中三发 韩正宜说要打击网军 网路上却出现选票印制有澳博的假消息 指控中选会要求厂商在2号的选票盖章处 印上蜡或油脂 让韩粉的票变成废票 面对网路谣言 中选会强调会依法就责 传播假讯息涉及五路公署或加重毁谤 甚至违反选报法 最终出五年有期徒刑 韩国瑜也谨慎回应网路假消息 我想中选会会有一套公平公正的机制 那如果投完票之后签名 这是完全维护规定的 我们已经再三澄清了 我们就照中选会的规定 大家扎扎实实把选票投下去 不要签字 否则就会变成废票了 韩国瑜回高雄拼选站 不忘隔空感谢柯文哲说他选总统 全因高雄举债多 非常感谢柯批市长一直帮我们来赞瞎 那事实上全部高雄市民也要能够了解 市政府的团队在很贫穷 很困窮的财政状态之下 还要满足人民的食衣住行欲乐 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从网路假消息到友军按挺 选战叙叙实实 就看民意最后如何决定 我们看到韩国瑜昨天是把重心放在高雄 他又大开支票说要盖空中缆车 要从哪里盖到哪里呢 他说要从观音山到义大再到佛光山 要把这三个地点串联起来来留住观光客 我们先来请教浩宇啦 现在有网友就酸说 这三个地方要串联起来 其实他当市长的时候就可以坐啦 干嘛等到总统呢 那其实明天我们绿党要公布一个就是韩国瑜就任周年的满意度的调查 其实我们我先透露一下整个结果结构啦 就是说高雄人不满韩国瑜超过一半 就是说一百个已经五十几个是想要罢免他的喔 明天这个数字会出来 所以代表说整个高雄对他是非常不好的喔 那我是觉得其实他很多的规划其实都是随便乱讲的 那我可不可以说那我们就发展这个执法医疗 让大家不要秃头 就随便乱胡思乱想都可以讲出来嘛 那这些东西其实听起来很好笑 可是一次两次三次当大家发现说 你讲的话都完全没有办法落实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你的信任度就非常的低了 但另外我再透露第二个数字明天也会出现的就是其实 我们请民众帮韩国瑜打分数就说你觉得过去这一年 你觉得韩国瑜你给他几分喔 那大家猜几分喔 大概就是零分最多啊 有及格吗 当然是没有及格的 就是零分是最多 就是全部人里面我们问民众打几分 零分是最多的喔 另外呢很多民众的平均分数大概连三十几分都没有 就是韩国瑜能够被得到的分数 其实大家给他是一个非常低的分数 所以高雄人当然是不满的喔 那过去其实我自己常常去高雄 我们坐计程车的时候 都是韩粉啊 计程车上面都贴着韩国瑜的照片啊 摊子都贴着韩国瑜的照片啊 商圈谁 那个每一个店家门口都一定要摆韩国瑜才有生意啊 可是为什么到了现在你到高雄去 哪一个店家还敢摆韩国瑜的照片 哪一个店家还敢把韩国瑜的照片贴在墙上 我曾经看过一个店家在夜市里面 之前是韩国瑜跟他合照 很大在上面 整个拿掉啦 为什么要拿掉 就是不行了嘛 所以韩国瑜最近的行程 如果你很认真的看他最近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行程 全国的行程偏少 为什么70%都在高雄 因为韩国瑜现在知道自己总统不会赢 他把重心放在高雄 希望能够拿到这个所谓不被罢免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 以我们做的民调 明天要公布的民调看起来 跟所有的社会氛围看起来 我想他应该会成为第一个 我现在就讲 韩国瑜应该会成为台湾史上 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被罢免的直辖市长 而且我觉得几率非常高 那我也希望国民党好好地去想想 为什么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人民这么支持你们 人民给你们了这么多的选票 甚至在全台湾这么多的县市 都可以执政的状态之下 短短的一年 不但是完掉了这些领先的基础 甚至搞到最后政党的支持 只剩下不到20% 国民党不用检讨吗 想想看吧 来 这要请教韦杰议员 一年的时间韩国瑜是不是真的走下神坛 包括他现在开什么空中缆车支票 很多人都说你摩天轮八字都还没一撇 那你现在开这么多支票 人家就没有信心 刚才浩宇也说他们做的民调 民众给韩国瑜很多人是打零分的 其实要谈这个 我是真的觉得有点言之过早 说真的 你如果对于一个上任一年的人 要用这个上任将近一届的人 的标准来检视他 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大公平 第一个他有没有启动他这些相关的 我记得他的爱琴摩天轮 他是有去找厂商的 有去会看过的 如果说你今天他上任到现在 完全没有做这些事情 该骂 问题是他有 那目前他当然是双方讲 一个是说港务公司的问题 意思是说高雄市政府没有送件 当然到底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状况 我们目前还无从得知 但问题是他有没有做 有做 就是说你用他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刚刚不讲说 他这个陆平做了多少 他的这个地下水道的清余做了多少 过去民进党执政时代他没做的 都做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说真的如果要这样子检视的话 两相对照比照 我说真的如果我们来检视中央政府 蔡英文总统他做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检视东西可以更多 比如说来 刚刚上次讲的 排商回流的问题 到底钱回来了没有 目前 目前一块都没有 目前 这个都是 这个中央的经济部次长自己回答的 目前是一块都没有 好 接下来他的这个国旅的刺激的方案 到底刺激多少观光 有告诉我们没有 没有嘛 那还有其他的呢 这些前瞻的这些计划轨道建设 到底做得怎么样 有吗 有告诉我们吗 也没有嘛 小英总统执政三年多快四年 那我们只知道什么 第一个 告诉我们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我们感受不到 告诉我们双北年轻人的平均薪资是五万 我们感受不到 那其他还有很多 邦交国断交七个国家 我如果要 你这样子两厢对照比起来 我觉得可以讲的东西更多 所以我会觉得说 韩国瑜市长他上任才一年 对他可能又抛出 我常常讲 他讲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他要救观光嘛 他觉得这个缆车把它串联起来 或许是一个可以就挽救高雄观光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很容易不是说你喊出来就可以啊 还有可行性评估啊 还评啊等等 都要做耶 他直接抛出来说 他想要做这个来拯救整个高雄地区的观光 他有做吗 他有没有去会刊 有嘛 第一是港屋公司的嘛 那目前你说他完全没有启动 我们就可以骂他 他有启动嘛 他有去做嘛 那我们干脆来弄那个那个执法观光好了 那这个就太太人生公司 可是我觉得韦杰你这样讲有点太厚 你不用替他讲 你是新北市议员 你也看到新北市市长怎么做 同时选上 同时选上 第一个 中央的资源够不够 就是问题 如果要谈到新北市我就要讲 那资源够不够要不要比一下 这个侯市长就讲了 中央欠新北市200多亿都没给 都可以这样讲啊 那民进党还要砍他39亿啊 拜托 他这么认真在做事 拜托 你今年税入增加了153.8亿 重点是他认真在做事 才用出153亿耶 拜托 他很认真在做事嘛 我们必须要给他机会 我必须先讲一下 你说台商回流的数字 是台商回流 另外一件事情 你说他看爱情摩天轮 他坐了直升机上去之后 看了几块地之后 就说我要在这里 然后就怪给港务公司 可是我要讲一件事 你还记得当记者在询问他说 你爱情摩天轮怎么样的时候 他们大怒的斥责记者说 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我有说什么时候要盖吗 然后结果过没多久 如果他完全不做 你听我讲话 忽然间有一个国外厂商来 我们说 终于记者要连线SNG了 要一个open的形式 要公开照片的形式 结果没有 闭门半小时 所以我认为说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说 他做这样的动作是对的 另外高雄举债的问题 其实你要回去问一下 你给他一年的时间 你要叫他做这种事情吗 来明佑 刚才韦杰说 给韩国瑜一年时间太少了 他才要出来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韩国瑜昨天他开直播 他怎么说 有关于这个爱情摩天轮 他认为是中央在卡高雄 他说你中央不给钱 至少给一些祝福嘛明佑 我没办法接受 你怎么把事情都推给中央 其实他还没当选之前 我记得也是在我们电视台 我就上这段节目 我就讲了 我说他现在开的机票 百元一百元就兑现 包括太平台要开发石油 什么股票上市 高雄市做最大的股东 另外一件事情 迪士尼爱情摩天轮 他在选举的时候讲的天花乱 最要找阿诺斯瓦的心格而来 我只问他一件问题 钱从哪里来 他最后一定上任高雄市长之后 把所有问题再丢回去给中央 说没有阿 我们高雄市政府没钱阿 所以这就是中央在卡我阿 阿接下来就宣布选总统 果不其然完全照我去年 讲的话再走阿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旭北市也遇到这个状况阿 旭北市长为什么不去选总统 柯文哲 柯文哲一直在 耶语 在耶语 陈菊举债 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阿 韩国瑜又把高雄债务的问题 再拿出来讲 结果一算之下 欠款最多的是谁 吴敦义阿 一千多亿都是他借的阿 阿你在高雄市做了什么 吴主行者不出来讲一下话 结果县市合并800多亿880亿 算到高雄市政府升上去阿 因为从县的负债 一定要合并到市的负债里面阿 结果就已经欠了两天多亿了 所以这件事情 你看韩国瑜他没有去搞清楚 前因后果就出来大肆批评 开直播大肆批评说 陈菊你怎么欠那么多钱 阿结果你的陆瓶啊 清水管啊 是谁编的预算 是陈菊时期编的预算 结果你好不容易自己编了一本预算师出来之后 不敢去啦 因为要监督啦 跑啦 要选总统啦 这不是上任多久的问题 他今天大开支票 要开双三的空中缆车 要对冠阴山再开到冠山去 我中贵意大 我说你开这种机票 你到现在要不跟我公勤车 我这个云家要开国际机场 那东部花东要不限速单车 不限速单车 我听起来有点怪啦 单车高速公路 我个人都觉得你到底是在说什么 接下来你说庶民赛车场 再造化要开发 我都帮你还记得耶 结果现在不敢讲啦 这些问题就是你四处开支票的结果啊 你说花莲要发展观光 要开一个国际机场 我的老天爷啊 你在高雄搞机场都搞不起来了 你到四处去开机票 你的赛马场 你的赛车场 你都没办法做了 我刚才只是问说 你选前开的支票有没有办法兑现 他也不敢讲啊 结果你在今年的预算书里面 你去查一下 他有多少是针对他当年的政策 很少好不好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韩国瑜你要当一个负责任的元首的话 你事实要做好 为什么浩宇他们绿党调他出来 有百分之五十几的人 一定要罢免他 这个我们可以很清楚一件事情 表示他不是任 连高雄人 为什么光哪一个贴纸都可以排队 这到现在我还不解啊 为什么会今天这样的局面 就是因为韩国瑜在市长任内 你说十个月你没办法做什么吗 你过一个登革日的钱 在你的民政局你都搞不清楚了 在卫生局你都搞不清楚 跑去中央人闪门子 说十几乎我钱 你做一个市长 你连钱在哪里你都不知道啊 所以说这个我就做修正 今天又要来参总统 不过国民党今天变成这个总统啊 所以你看我今天看一个比较好玩的 我在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王金平的新闻 忽然间又听到他的声音 我还特别注留一下说他讲了什么 哦 国台民会不会在国民党选后 支持你出来选主席呢 为什么今天王金平他会离开 跟国民党见走见远 不愿意跟他同台 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 国民党很多老妹各地的 国民党过天也有这些经验过 所以他都知道说韩国瑜是怎样的人 他就是做不好使 连王金平都看出唇 所以他就准备啦 未来可能总统当不成 或许在未来 国民党必不得已要改选的时候 王金平就会出现啦 说老生的又出来了 所以你看国民党自己来报 就已经不看好韩国瑜啦 你看为什么吴敦义要塞自己到部门区 所以你从他十个月的执政 在高雄的执政 他那个谁 我们的韦杰义也说 因为我们为了预算 你抹那个侯友宜说 你是2.0的韩国瑜 他竟然跳出来说 人声攻击你看 他自己就火定韩国瑜了 好来我们先进入广告 下段节目回来 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回到节目现场 韩国瑜去年在选市长的时候 其实最响亮的政见就是爱情摩天论 我们想来请教国成议员 很多以前支持他人都说 等这个爱情摩天论已经等一年了耶 好那许巧新之前在节目上也说 千万不要太相信政治人物 连他们自己人都这样讲了 郭成议员怎么看 我首先还没有讲以前 我要谢谢淑慧议员 他在当立法委员 我是他的粉丝 他讲话是非常理性的 其实 其实我坦白跟你讲 回来刚刚保台的问题 温和也是保台 激进也是保台 所以我要呼吁 台湾人民 台湾人民一定要有 广纳百川的这种容忍 这是第一 最后我是觉得 韩国瑜的问题 说实在他开支票也不是今天 台湾话说一句话说 开到半天全金条 买什么没半条 其实 他的信用度的问题 我们要质疑 到底有没有破裂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认知 他的信用是危机的 是危机的 所以我是觉得 我访问 刚才大家谈的 这个爱情摩天轮 人进来 或出去 到底人有没有进来 或有没有出去 高雄大家 大家到底有没有发大财 那大家心知肚明 那不用再收钱 但是 我说实在 我们来看一个佐证资料 第一 大家请看 这个也就是说 两个总统候选人当中 蔡英文 蔡英文 到底相信他的程度 就是他的证件提出来 对他相信 那个 那个相信度 不相信度 只有 蔡英文只有40 但是 韩国瑜提出来的证件 不相信他的 百分之五十九 超过半数 这是联合报 这不是自由时报 这是联合报 所以我认为 应该是公营的 所以我是觉得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瑜说 韩国瑜说要盖 这个什么 这个空中缆车 这个部分 我个人是觉得存疑的 因为 我对他的信用度 是危机的 所以我不会相信 他这个证件 他开出来这个证件 是会落实的 我不会 但是这里有产生两个问题 我们必须大家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韩国瑜如果当选总统 对他无法 这个无法 对他的证件 无法去相信他 高达百分之五十九 也就是他的证件 台湾人民是五十九的人 是不会认为 你这个证件 是不会实现的 我认为是空洞的 我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 这个 韩正云 国民党伟杰议员 你回去 要还应给他们 台湾人民的意见 就是未来的选票 那另外一个 这个蔡英文 为什么不相信他的人 只有事实 但是 相信他的人 多以不相信他 所以 当然他这个证件 是有可能做的 有可能做好的 但是 大家在质疑 为什么还有事实的人 在遗历 遗历的就是 他所有的政策 是做得到 但是怕 债留主身 这个 当然也要 这个蔡正云 也要去思考一下 说你提出来的 要让老百姓 完全没有遗历 但是 韩国瑜是完全 老百姓 百分之五十九的人 不相信嘛 但是 蔡英文 还是有人相信 但是 遗历 怕 所有政件实行以后 他会债留主身 但是我还是要套一句 我还是要套一句 柯文哲所讲的话 国家治理财政纪律 是很重要 但是 不是说他们两个提出来 我是用这种佐证资料 去认为 韩国瑜 他的政件 他开车了的支票 老百姓信任度 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我是觉得 韩总统候选人 你还是要加油 因为有百分之五十九人 五十九的人 不相信你的 来 浩宇 刚才其实 这个国程议员 拿出了这个资料来佐证 也是认为说 其实老百姓对韩国瑜的支持度 是不断在下降 不过我们另外来看到 这个韩国瑜最近 一直把重心移回高雄 那宜兰的部分 是不是被他牺牲了呢 昨天是这个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 这个吕国华 跟韩国瑜 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韩国瑜本来说要去 而且其实 他们本来在十二月八号 就要举办 那因为韩国瑜说有事 又延后了到昨天 延后了一周 但是韩国瑜最后 还是放鸟人家 那浩宇您怎么看 其实我刚刚有讲过 就大家如果认真地 看一下韩国瑜 过去一个礼拜 就是或者两个礼拜的行程 你会发现 其实外县市的行程 越来越少 高雄的行程越来越多 对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要集中在高雄 其实韩国瑜 现在已经很清楚 我刚刚说过 他很清楚地确定 自己总统不会赢了 因为这个各方面的评估 都知道 总统这一局是输定了 输定的状态之下 他想要去拼的 其实是马上要面临的 罢免的案件 事实上12月25日 也就是就职满一年的那一天 就是可以做罢免送件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WeCare 跟这些举办罢免的组织 其实在12月25日 就会去送件 送件之后 立刻就是罢免的一个 一个月的宣传 接下来就要罢免投票 所以韩国瑜最快 可能在明年2月或3月 他就面临罢免的投票 如果以现在他在全国的声望 跟大家对他的一个评价 甚至是我们的民调看起来 他在高雄的状态来说 我认为现阶段被罢免的机率是高的 而且投票意愿是非常高的 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罢免常常都是一个 投票意愿非常低的投票 就说虽然像黄国昌 上次被罢免的时候 大概投票率都没有超过25% 可是这一次其实这个门槛 已经就已经跟黄国昌差不多了 你觉得高雄人会低于25%投票吗 我们看起来绝对是远高于25% 甚至有可能到40到50之间 如果是40到50之间 超过50%的人支持罢免韩国瑜 预计大概在50万票左右 他就有可能被罢免 这个50万票其实是 比陈其迈当选的票数还低的 所以这是不是有可能的 当然是有可能的 而且我可以讲的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年轻人 他是住在外地的 特别是高雄的大学生 他们在外地念书 回去的意愿 也有人用网络的调查非常高 因为这些在外地的高雄人 真的是已经非常的无奈了 他们其实只要讲到高雄人 我们朋友吃饭一桌 那你是哪里人 高雄就问有没有发大财 大家其实觉得非常的丢脸 所以我想明年韩国瑜很快 其实自己的高雄市长位置 那我也想要对国民党喊话 就说其实这个选举 就我刚刚讲的 就一年的时间而已 就短短一年的时间 你们搞成这样 到底需不需要去思考一下 这个党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那如果吴敦毅他可能已经年纪大了 可能头脑没有过去这么敏锐了 那未来的党主席会是谁 如果韩国瑜被罢免之后 他当了国民党党主席 那是不是会带国民党走向一个 铁达尼号灭亡的下场呢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继续观察的 来 韦姐怎么看 浩宇说韩国瑜是担心被罢免 所以才要留守在高雄 然后改派这个朱立伦到宜兰去售起 你的想法呢 我想说奇怪 浩宇什么时候成为韩国瑜的竞选的幕僚 都可以知道说韩国瑜在想些什么 真的蛮厉害 一直都是啊 那其实我记得我之前来 节目上就讲过了 目前我记得 昨天朱立伦市长也提到 目前我们就是采取分禁合集的一个方式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各司其职 该怎么样来进行 那当然韩国瑜市长或许他最近把时间 都放在中南部为主 那当然他可能他的选专的步调 那其他部分就交给他的 全国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朱立伦来进行 所以你看不管是跟各个族群的精英 或是跟年轻人 这些都是由朱立伦朱市长 在中央党部来进行的这些一些 这个会议也好宣传也好 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过度去解读说 他什么迟到落跑 我想我们目前就是要尽量把这个选票极大化 我们已经喊了嘛 我们2020要重返执政嘛 我们已经受不了蔡英文政府 目前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态势嘛 我们受得两个多云 是不是受他 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步调嘛 对不对 要说我们希望可以再有更多的这个选票 然后把更多的这些人汇集进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不用去特别过度解读 韩国瑜是不是都回到高雄什么之类 就我所知他高雄机场的造势 其实人也不少还蛮多的 但我没有在现场 我只是问了一下我高雄的朋友 他们是这样告诉我 就是说我觉得各有其主 大家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那大家也都对自己的目前的选举 进入到非常 我觉得到已经剩下26天 已经非常的这种紧绷的状态 所以大家一定会把自己最好的 在这里面呈现出来 但是我觉得不用刻意去觉得说 谁有来谁没来 我觉得他现在的行程也是非常的多 那朱立伦他既然接下来 全国竞争总部的主任委员 他来授齐 一样代表的韩国瑜总统 这样的一个代表性是足够的 而且我觉得说这样子 大家把北部估好跟中南部估好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所以当然我会觉得说 我当然最好与他常常了解 韩国瑜的竞争策略感到非常的疑惑 但是也谢谢他对韩国瑜的这个关心 但是没关系 反正我们呢 最重要是1月 明年的1月11号 我们必须重返执政 我们要让台湾的民众过更好的日子 韦杰喊说 这个国民党要重返执政 不过国民党在后山 这个选情是已经分裂了 包括这个傅昆奇用五党籍来参选 以及国民党自己提名的黄启佳 那韩国瑜阵营到底要挺谁呢 他们后山到底要支持哪一个阵营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一起来讨论 有没有听错啊 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 开口跟着大喊傅昆奇动算 但傅昆奇明明是以五党籍参选华联立委 国民党提名的可是黄启佳 我跟大家讲啊 明年江美琪没有进到立法院 巴东建设一样就往前冲 大家放心 选一个最强的人把民进党下架 就这么简单 谢谢 对民进党炮火全开 张善政却故意不说白 到底要投谁 看看傅昆奇主办的商界座谈会会场 正前方就贴着韩章配海报 俨然花莲震蓝军 前一天还自曝吴敦义五月曾承诺 让他恢复党籍 暴准参选却食言 党中央虽然否认表态全力支持黄启佳 但从实际作为看来 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黄启佳 狗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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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也卖力帮黄启佳助选 但张善政是先参加完傅昆奇的商界座谈会 才匆匆赶来 更别说日前韩国瑜跟黄启佳的联合进总成立 韩国瑜本人却缺席也没来花莲辅选过 把烫手山芋丢给五档籍的张善政 还是想五档籍去的 不是不是 我本来就要去的 谢谢 张善政必答敏感问题 但就不知道这种表面上一视同仁的策略 对花莲选情是加分还是扣分 来明佑你怎么看 这个张善政是先去傅昆奇这一场 再跑去帮这个黄启佳来辅选 到底对韩建宁来讲到底谁比较重要 我要跟黄启佳讲 李高华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 他说选举还是要靠自己 因为你看傅昆奇的争议还没结束 张善政选择在这时候去 你说你心里不痛吗 所以跟着一起喊洞三 没错啊 而且手时又驾驾驾 他虽然不肯 也太驾驾 但是他去厉害的时候 当然你的主案可能较少 但是因为这样 萧美琴现在 差一支支要抓了你知道吗 做得国民党很奇怪你知道吗 你要利用傅昆奇的时候 要扮作生妙天 傅昆奇 婚林丢架 作作为延青标 作作为开刀 摸到那么大厨了 当然啦 我知道韩国瑜可能缺乏很紧 自己本身没得到去 刚刚好 张善政又是无党籍的 刚刚好去也刚好 但是我必须这么说 你是副总统好选人 你代表的是中国国民党 所以你去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对 另外一个黄岐家 不好意思吗 不会啦 他政党就叫他回民众董 而且现在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他讲人心话 他讲人心话 现在最好玩的一个问题就是 国民党现在分两条线去走 韩国瑜走自己的路 国民党内部走自己的路 你从张善政这个动作 可以看得清楚一件事情 你看吴敦义主席 刚否认掉傅吞奇的问题而已 刚说没有 我当时没跟他承诺喔 我当时一口就否决了喔 然后他们的巴掩人出来说 因为他有案在身 然后结果张善政 隔两天就去帮他站台了 看起来不同调 对 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现在是不同调 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朱立伦现在可以代表着 这个韩国瑜去宜蘭授奇 很简单啊 我上礼拜也讲过一件事情 未来的国民党就是走两条路线 朱立伦一条路线 韩国瑜一条路线 那韩国瑜就是回访他南部 我们一见 朱立伦掩南就是选择在总统大选后 一定会要站在国民党主席这个位置上 重新带领国民党 所以你看 他们现在选战结构非常奇怪喔 朱立伦他带了一群人 开始说我接了全国主任委员 所以逼不得已侯友宜要站出来 那这些人我把他组织起来 可是韩国瑜走他的 朱立伦走他的 所以李国华讲的非常有道理 真的酸整要靠得更多 只是我对张善政做过的行政委员 我个人都有稍微辞议 因为他任这个 叶菊兰 他的协会 他现在所接的协会 台湾官公协会 已经六十几年的时间了 他自己搞不清楚欸 所以说你看绿营又成立一个新的协会 是不是在酬庸什么的 开始有直接执意出来 说这一两年成立的 欸 你当过行政院长的人欸 你连你旗下有多少协会 你都会搞不清楚吗 这不单单只是单纯的观光协会 他跟交通部有很密切的结合欸 所以我认为说张善政你真的 你不要选一次副总统喔 原型毕露出来 最近讲话有一些怪之外 你看连自己的组织 然后友好的协会有多少 自己国家都搞不清楚 这当年 这当年六十三年前成立 国民党是参与非常大的一部分 国家体制是帮忙非常大一部分 可是你完全搞不清楚 好啦 这个理工男呢 好啦 就心系台湾嘛 好吧 那我们也同情啦 结果 一不小心用了泰国考 考爱公园的 国家公园的图 写了一个扇 然后标个台湾 然后被网友PTA拿出来打 所以我认为说 你这呼应新人像政策还不好 你还骂他 没有他写个台湾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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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秀给这个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就是张善政在脸书秀了这张图 说他身在台湾 心系台湾 结果后来被发现 好像是拿了泰国国家公园的图片 没错 叫过考爱国家公园 而且这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网友就问他说 国际上很多分不清楚 因为除了ROC之外 分不清楚台湾跟台人 台人 现在更搞不清楚 原来连副元首都搞不清楚 这个是台湾还是台人 这才是让我更敬佩的地方 所以 你要选副总统 我没意见 你本来要用其他党出来选 后来不得选副总统 我也没意见 你要挂五党级 可是你现在代表的 是中国国民党提名的 然后你连 台湾观众协会 你也搞不清楚 然后台湾台人搞不清楚 我也没意见 可是 你到花莲去 这个我真的很有意见 因为你看我们去董政家 这是台名出来的参选 其实都很烦恼一件事 就是对手 你还是搞不清楚的时候 应用到我的宣情 我付出多少行为 才是要去骑路 才要去走 黄启佳这个总统 要怎么处理 没带没钱 你去帮忙一个跟五党 有争议的人 但是你又是代表中国国民党 甚至是代表着韩国语去的 我认为说 这一次的选举 国民党分崩离析 然后向心力不够 没有意识 然后这样子除外呢 这一场选举 我们可以看到 在花莲 这个我们都称花莲 好像是一个王国一王 永远都有父皇存在 花莲王存在 所以每个去都不敢造势 因为你这样的动作 萧美琴有很可能 就翻转了整个花莲的选情 那你这样子会对得起富坤旗 还是对得起黄启佳吗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一定要党纪处分 没有党纪不行 对不起他无党纪的 除了花莲的选情 非常的紧绷之外 另外我们要继续来看到 新北市三重选区 也是这一次媒体 还有大众关注的焦点 民进党派谁呢 民进党派由歌坛 转战这个政坛的余天 全国知名度非常高 但是现在除了要对抗 由国民党礼让的 无党籍的李翁月娥出来参战 还要对付 这个改批民众党战袍的李敏蔚 好可以说余天这次选战 真的是父辈受敌 民进党有望继续守住 三重的绿地吗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微回来继续来讨论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行政院长苏贞昌 桃园市长郑文灿全出动 替民进党立委参选人余天全力拉票 特别是可以回来高雄 勲求高雄的辅务 在这边的政策 我们一定要在此同盟 专业支持余天 让他继续统善选人余天 台湾困难的事情 余天为台湾生丹 现在有面对很多人的挑战 要分票 拜祝大家一中选票 让台湾关键的一切 让余天代表台湾 专业最少要选择中 他也拼出 第二个 好股高适炒的便宋 要花心的也一定拼出 余天面对脱党改批 民众党战袍的李敏卫 日明面临分化危机 苏贞昌举自己初选为利益 呼吁民进党一定要团结 大家就要团结 对不对 我也跟副总统 副总统 今天我穿这件衣 上面有蔡英文 你团结不才会贏 对不对 所以在三共 我们民主进步党 为一天命就是一天 另一头国民党替武党籍参选人 李翁月娥拉台声势 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 随着乌龙武师队伍大进场 一旁还封街打造小夜市 张善政整场开口闭口 几乎都是在拉总统大选的选票 李翁月娥在旁边没说半句话 只能呸笑 雖然他没有入国民党 其实我也不是国民党 对不对 对 国民党看到我们 看到我 看到李翁月娥 人才都一样用了 对不对 对 三重区陷入激战 蓝绿出动 大咖对决 选情跟着佳温 来新北市选情的部分 就要来请教新北的议员 淑慧姐了 余天下的酸情 是不是真的吃均丢 因为民众党派出这个黎明卫 这一定会瓜分到绿营的选票嘛 因为黎明卫这十五个小孩 已经出席了民众党派出席了 所以今天去民众党习修 这也是我们没想到 所以我们在看说 韩国有跟中生前 在华联是一种非典型的酸款 我们现在在三重部 也是看到这种非典型的选法 是怎么说余天的酸这么辛苦 第一就是说他自己家里有一些事情 他要相头烧 他要掛我们民主进步党 我们新北市市当部的主委 所以说他这样 要当务 要自己选记的事务 和自己加务 真的是一粒头这样滚下粒烧 尤其是李明卫呢 他年轻 他爸爸他算三重部算第三代了 因为他说前景做过三重部的市长 他爸爸是无缘的市长 也做民主进步党 现任 已经做滚了一次的这个 这个议员 委员议员做到市议员五六次了 所以说他原来是在三重部 非常亲近 但是年轻人的选择 我们也是尊重 如果在选择当中 就只能当选择一个而已 所以要分得很清楚的 这就是这 软就是软 软式的就是软式 软式的就是软式 虽然我们不像中选择 在加工李翁的时候 说我们都没办法 我们是人材 就去给我们取进来 因为民进党 有民进党 真的坚持 和严格的这个过程 因为最近的李明卫 因为他毕竟 我们从小孩就知道 他是民进党的女儿 所以他呢 在选择当中 他都这样 正途子买 都跟选英文 站住 都用过去 他爸爸在选择的时候 选英文 来跟他爸爸 做选择的时候 选择 来合作会 所以很多设定 没有人说 你才可以用这样 欺骗的方式 既然你如果是民众董 你就站在民众董 这里 让大家真清楚 来分辨 所以说 我们觉得 如果这样两个 自己点的 虽然说 三顶部是力赢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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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较 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比较多 比较多 一个一定会比较多 这样就是 遇到 李翁 这个 为老酒过来 这个 好酸林 所以说 我们在这里 好像是很烦 因为你都在 这个 镜头上看得到 专公 每一个 无论 医生丹 什么事物 大家就很烦 大家就一定 要去三顶部 去捐一下 因为 毕竟 民进党都有一个共识 是我们欠余天 不是余天欠余民进党 虽然说 他在立法院的时候 并不是说 很出色的立委 但是 他是一个 很用心的人 尤其是 台湾头到台湾尾 只要拜余天的人 如果需要他 一定会比较高 所以说 他在初算的时候 金布不用拜托 我们自己都一直 齐瓦来 要来照顾 所以我希望说 这种的 温度 一定会继续 拖下去 三顶部人的心 让一个 一四人都在 替台湾打拼的 台湾 现在是 黑日送 可以说 在这一边的 选择当中 真的顺利来过关 来 郭成议员 现在新北市 这个三重选区 是处于这个 沙咖都的选战 刚才 淑慧姐也讲了 林敏卫之前 人家都说 他是民进党的 女儿 那现在他跟余天 变成敌人了 你觉得林敏卫有胜算吗 我在想 选举啊 扣分越少 越有机会当选 那我先说余天 余天说实在 他唯一的缺点 悲情牌只用一次 如果联系用的话 这个会 这个 女儿最近身体欠胺 这个议题 是在三重 是没有发酵的 没有发酵的 那那个 李翁月娥啊 其实他真正的大本营呢 就是在卢州 因为他当过卢州的市长 所以他的大本营是在卢州 他基层的实力也很守候 可是我说实在的 国民党的三重 对他的支持度 是低的 是低的 另外我说李敏卫 李敏卫 他是年轻 所有候选人 他是最年轻 然后 年轻族群 是看好李敏卫的 因为还有李敏卫他有一个好处 他阿公 他爸爸 他本来就是政治世家 在三重 他阿公做过企长 然后他爸爸也当过企介 他妈妈也是三重式的代表 也代表 所以他基层实力 基本上空战跟陆战 基本上他是最最最有机会的 所以我如果 你问我个人他谁会当选 其实现在是撒卡都 可是我刚才已经讲过 谁的换错越少 谁的也有当选机会 但是李敏卫有一个好处 因为他年纪七 年轻人的选票 对他的认同度 从网路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怡天也好 李翁也好 他不信网路的 但是李敏卫他是网路 包括我们民众党里面的 网路声量比较高多 谁怡天啊 怡天啊 他是另外一种 他就是他的禁险 他的禁险策略在网路曝光路 那个李敏卫是比任何人都高的 那年轻人 有有有 你查网路一下 有有有 所以这个部分 切切实实 你像邪姐陪他去 那个制造一些热潮 那然后真的他到路边摊 李敏卫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什么 他有办法一摊一摊 说几年开始 几年开始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在地的女孩 三天不在地的女孩 所以我认为 他们三个人 入自谁所 真的还不晓得 那我认为 年轻人对于李敏卫的那种期待 是很高的 郭承远刚才讲到 这次民众党 推年轻人出来 这个空战的声量很高 不过另外浩宇 我们想请教 我们继续来看到 新北市第十二选区 系直选区 这一回民进党也推出新人 是赖品瑜 要对上这个国民党资深老将李永平 还有包括这个黄国昌 他现在放弃连任 交棒给他的办公室主任赖家伦 好现在呢之前有新闻说 赖品瑜那边发布民调 说跟李永平的这个民调差距不到百分之三 这样子的新人对上老将的对学 来浩宇怎么看 本来这一区喔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民进党是希望继续离让时代力量选的 只是黄国昌完全不敢选 大概三四月我就一直说黄国昌不敢选 他都不敢输啦 那所以为什么不敢选 就是因为其实黄国昌在当选之后 在戏指这边确实没有很认真的经营 包含跟在地的议员的关系 也不是非常的好 他只有做他自己的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这个选区是很危险的 那几乎是等于送给李永平的 我们大家大概也是这样认为喔 可是没想到赖品渝真的是 我觉得是奇迹啦 就是他真的是 你真的有极其直追的趋势吗 很认真 就是品渝非常认真 而且非常可爱 而且他也非常的讨喜 所以地方上的叔叔阿姨都非常喜欢他喔 所以品渝短时间 其实在市场的评价风评都非常好的状态之下 又有年轻选票的状态之下 最近的状况就如同他自己说的喔 其实追得非常近 就这一区从落后三十几% 到现在已经是追得非常近的状态之下 我觉得是有可能翻盘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其实从现在到选举 你看到的都是国民党会逐渐的弱化 就韩国瑜的信任度在下降 可是蔡英文其实现在才是气势 慢慢在回升 甚至要到最高点的时候 所以国民党的李永平 虽然之前领先很多 可是后面他确实是 要再开拓新的选票有点困难喔 那赖品渝知名度其实只有大概 四五十五六十的状态之下 他能够开拓的选票的比例可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认为这一区喔 赖家伦的部分 因为他的知名度实在太低了 就是我刚刚其实我要讲之前 我还要先看一下名字叫什么 我只记得黄国昌叫他起立敬礼坐下 但是我忘记这个人到底是谁了 就他的存在感偏低的状态之下 地方的议员的整合 品渝后面有审发会 有这些在地的议员协助喔 所以我想 戏指有很多的大楼 赖家伦也进不去的状态之下 黄国昌这里好好检讨 就是说自己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为什么把自己的选区 几乎要奉送给国民党了 那我是觉得未来不管是谁哪一个政党 你当选的区域立委之后 你都要好好的守住 好好的服务你的区域 不能像这样子吧 选区拱手让人 来韦杰一远也是新北市的议员 刚才皓宇分析认为说 赖品渝的民调已经真的快要追上李永平了 其实我一直以来就说民调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参考的价值 那我知道就是说其实李永平委员 从他来到这边投入初选 一直到现在 大概可以是我们这个新北12选区里面 前几名很认真在经营地方 在跑地方 他很早就在布局 对他就是说他很认真在跟地方 在做一些互动 不管是跟在地的议员也好 或是说跟我们隔壁 我们第一选区的洪孟凯也好 他们也提出共同提出很多一些 为了他们当选立法委员有机会的话 他们要提出哪些政策 所以我想当然这也是一个 也谢谢大家给我们这样一个讯息 那我们当然回去的时候也会告诉他们 他们继续看哪里有所不足的 例如说好可能年轻的选票不足 但是我在想永平委员 他不管在文创上 他特别主打他过去在台北市 做这些文创的一些经验 要把他带到这个第12选区 那希望可以把细子这附近的一些文创的概念 把他发展起来 甚至他成立说他成立这个未来 他成立的观光部 把东北角跟北海岸的一些观光资源 把它结合起来 那未来可以吸引更多国外的观光旅客 来到台湾 所以我会觉得说 目前我们还是采取这个所谓的 稳扎稳打的一个策略 还是要争取最多民众的一个认同 所以不管是扫街 拜票 站入口 甚至提出更好的政策 吸引年轻族群 或是一般我们既有的支持者的一个认同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会继续 稳扎稳打 针对自己所不足的地方 来加强 来努力 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因为可是现在有人说 民进党在下一层上 请不吝点赞